欣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侯佩岑 好久不見的侯佩岑出席活動 一席粉色洋裝 優雅端裝 過去曾經和黃子嬌一起主持金鐘獎 對於曾經的搭檔最近爆出一連串風波 侯佩岑回應 兒少保護應該更周全 其實我們可以討論這個議題 也是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多的進步 更多的看見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次的事件 可以更多的幫助到兒少的保護 或者是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機制 讓我們可以讓社會更好 更多的愛跟關懷 資深藝人陳美鳳曾在A局發文 講到台灣不停傳出 對未成年性侵性剝削事件 感到痛心提出訴求 希望集結各界力量督促立法院修法 建立對兒少保護更安全的防護網 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後要懂得拒絕 同樣都被張小燕為師 普學亮身為黃紫嬌的好友 兩人相識超過35年 感情深厚 如今黃紫嬌深陷風波 普學亮低調回應不會切割 黃紫嬌爭議暴不停 輿論壓力 社會批評恐怕不會這麼快平息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昨天黃紫嬌的公視